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不小心就上了收费公路了 所以所有新加坡的车主的车里面都要有一个自动机器费的卡在里面 你直接把信用卡插在里面 西康这两天说他是要专门买一个卡放在那边刷 新加坡不是这样子的 他给你个机器 然后你把自己的信用卡 你单独自己去给自己办个信用卡插在那个里面 如果这个信用卡没钱 你用其他信用卡也是可以的 一定要 为什么 一旦你被那个东西拍下来 你没付钱或者扣款不成功 罚款很厉害的 知道吧 所以新加坡你不小心 这么小个地方 你不小心就上了收费公路 但那张卡真的很有用 因为就和西康说的一样的 在新加坡你要到处去停车 也没人给你收钱的 就是那个东西低一下 低一下 包括有很多人 你不知道那种什么路边停车 它都是低一下 它都是自动扫的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 也是新加坡人 交汇上海人不好的地方 就是车牌拍卖 这个你知道我们洛杉矶 你做个花里胡哨的一个 都不要说拍卖了 做个花里胡哨的车牌 15美刀 25美刀 他按照字来说是收钱的 新加坡最新的车牌的拍卖价 他们叫拥车证 10万新币 我这个故事我以前也说过 我在新加坡马路上看到过QQ QQ才5万6万人民币吧 我算你卖到新加坡翻个倍 12万人民币 它的那张牌照 新加坡的牌照 10万新加坡币 也就是说50万人民币 太贵太贵了 而且还是有期限的 有期限的 10年还是8年 7年好像对吧 对 所以你去买二手车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就是一定要注意点 就它的这张车牌 还有多少的有效期 太贵太贵了 如果你是形式讲这一块的话 我觉得有一点也要提醒 美国尤其像我们洛杉矶 也不是所有的高速公路 都是freeway 就是免费的 尤其是你去了二湾这些地方 它会有很多的高速公路是收费 但是你不小心上去之后 它不会罚你 新加坡是你不小心上去直接罚你 你没被罚过吗 我是忘了付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是这样子的 你上去之后 如果你不知道 你上去 它会给你在几天之内 它就会寄一张账单给你 然后告诉你说 你在几天内 你要把这个费用付完 如果你不付完的话 它这个费用它会double 但这个时间很短 所以你要小心 我上次就是因为这个 所以一旦你发现 你上了付费公路 其实它一路上都在提醒你说 这是付费公路 你自己上你的 上他们的网站上面 去查你的车牌号 然后你马上就可以把钱付掉 那么然后 怎么避免这个情况呢 一样的 他们也有专门的 高速公路的这种收费的系统 我也申请了 在我们车上都贴了 反正你在里面 当然我不用插信用卡 我只要在里面充个二三十块钱 足够了 因为它其实每走一次 大概也就几块钱 这个倒是挺便宜的 这个也是我们五年里面 有的一个变化 我们刚来的时候 它是个盒子 对吧 一个盒子 白色盒子贴在车上 上面可以调的 你车上一个人 两个人 三个人 有些地方 两个人是不要钱的 现在变了一张很小的贴纸 那叫什么系统 我忘了 叫NFT那种系统 IFID的 FID 对对对 那张纸你贴在上面 它还可以扫着到 这是这两年的变化 我现在每个月 还能收到 这个statement 虽然我几乎 不再走那些路 但是这边的付费公路的 目的其实也很简单 因为其实现在 移民越来越多 人也越来越多 其实像尔湾那些 就是现在大量人口导路的 他们如果走 普通的免费公路的话 早上那简直是堵的 没法走 所以它周边有几条马路 重新高速公路 重新建设好之后 它用收费的形式 也是为了让这个路 更加通畅一点 洛杉矶的堵 不能跟我们亚洲 我都不说上海了 你跟新加坡比比 不不不 什么堵 是这样子 这也是行的一个问题 我们也经常会在 这个Google Map上面看到 说这条路是红色的 同志们 洛杉矶的红色 最多相当于 以前我们上海的红色 最多了 然后加上像我们这种 酒精考验的司机 根本不太好 这绝对是属于 畅行无阻的 这种开车方式方法 所以的确 从行这件事情上面 没的话说 在这边你一定要开车 然后路边停车不要钱 也是一个习惯 咱们可以行 除了我们可以说 公共交通 开车说话 我们可以说公共交通 公共交通 那肯定是新加坡先说 这个是没的说的 这么小一个地方 这么多地铁站 你想到哪里都可以 一张卡 就跟上海台北是一样的 就拿一张卡 但是那张卡 又不像香港做这么好 就是它像香港的 巴达通卡 便利店也可以用 它那个卡 你就是交通工具上可以用 但已经很方便了 就算你是游客 买一张小的卡 也是可以用的 而且它方便到什么程度 你到哪里 其实在新加坡玩 根本不用打车 它站与站之间 因为它地方小 它站与站之间非常非常近 对吧 除非你下站的口子错了 我记得那次我去金沙 我就下错口子了 那段路真的把我给走残了 你不应该走 金沙有两站 你就这么想 就金沙酒店那个地方 有两站 然后金沙酒店 再回去一站 到马瑞亚贝对面去 就是鱼尾诗 对 所以你坐着它的公交车 不不公交车 你坐着它的地铁 就可以绕 鱼尾诗在前面一站 就是最著名的 那个莱福士酒店 然后莱福士酒店 再往前面两站 就是卢生水 地方小嘛 还有便宜 这个真美的说 你从我们算上汇率 新加坡的地铁的票价 和上海一模一样 而且上海有那种很变态的 两江总督 我不知道上海人 还知不知道 就是从松江 住在松江去江江上班 那一趟 单成18块人民币 新加坡地方小 不好意思 不存在18块人民币 18块金币这种票价的 很便宜很便宜 我们洛杉矶呢 也有地铁 但是呢 四折五路 你就当它没有吧 没有 没有 首先 我得声明 首先洛杉矶的那个地铁 绝对不是underground 不是地铁 它是铁 它就是铁 它就是在马路上的 其次呢 你根本就不清楚 下一班什么时候到 基本上呢 等个半小时到一个小时 是有可能的 不是说它没有时刻表 因为它那时刻表 在我看来是完全不准的 有时候会两拉一起来 有时候一辆都不用 第三呢 就是你只能做大站 你比如说那个在那个Union 那边是一个大的中转站 但是那个大的中转站 它到啥地方都不方便 包括其实我们家 那个一街那边 有一个站 那个站下来 真的走到我家 我估计我也得走惨 但是那当中不可能存在任何交通 别更何况像我们住的这种郊区 你要不要认为有什么膜拜单车 这种东西啊 没有的 没有的 当然 当他呢会有很多的这种电动滑板车啊 电动自行车啊啊也能解决所谓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对所以那那一期上两期不是徐志胜还是何广志说了一个嘛他住的地方如果有人骑那辆膜拜单车回来他就是英雄 我们住的地方就是这个感觉 如果你有一个人骑着那个共享电单车回来放在我们的路边 这个人就是我们整个City的英雄 我们那里是不存在这个东西的呢 是 所以其实那个上两个月那个我爸的那个车拿去修了 大概有三天那那俩老人家没车 我他妈真佩服他们啊 他们就可以从家里面走一个半小时去九九大华买菜 然后再走一个半小时回来 乌鱼 然后呃行啊还有一个就是真正的行就走路 呃新加坡呢因为他地方小所以呢他的人行到做的还是不错的 但是呢他经常会修路 呃我们我们洛杉矶为什么这一点会单独拿出来说 一定要记住美国很大每个地方不一样 我就说我们洛杉矶和旁边的Oranji County大家说的耳湾 耳湾你是别想自己在马路上走路的 对 因为他不射人行道 他就是一大块一大块一大块 所以你根本没办法在马路上走 但是我们这个区域我们这个稍微老一点区域没问题 你在马路上走 你看小花经常拿着摄影杆在路上走 这些都没问题 但是你在耳湾不可能 呃呃呃呃我得说的清楚一点啊 不说所谓的不可能呢是指比如说你出了你们家 耳湾你出了你们家的那个地方 就是出了你们家小区因为他有很多的这种社区里面也是非常大非常大的 当然肯定有人行道 但是一旦你出了你们家的这个社区你会发现你傻眼了 因为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转弯就上高价了 嗯对好 衣食住行最主要说的我们一点点往后说后面还有很多啊 来第五个什么语言来洛杉矶先说 哎我们其实讲过很多遍你真的不会英语呢 在这边当然是可以生存的butter 毕竟英语是这边的主要用语 我不能说他是官方用语但是他是主要用语 其次主要用语其实是那个西班牙语 所以刚才我讲了我在买这两杯咖啡和这款蛋糕的时候 今天的那个柜台的那个工作人员居然不太会说英语他讲西班牙语 所以交流起来会有点困难 但是呢像我们生活在华人区 那超市啊电视啊尤其现在用的电视盒子 包括像银行的工作人员包括像上个星期我给外婆约的那个何医生 他们的那个工作人员就是诊所里面的护士 他们基本上都跟你讲那个中文 然后只能说呢如果你真的是到退休生活到这边来过退休生活 来养老或者说是想过很休闲的生活 如果你会一些就像我们这种九年制义务教育出来的这种英语水平呢 一定是没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是希望能够在这边工作创业 或者说呢要跟这边的local人士打交道 特别是你要和这边的政府机构啊或者说是这种官方机构打交道呢 英语的确是这边的必要语言 好那我相信接下来你更有华语权了 新加坡官方语言当然是英语华文马来语印度语咯四个对不对 但是你记住啊这不是我要说的重点 是什么其实我刚才已经提到过了 如果你是广东福建或者是你是客家人很占优的 一定要记住生活当中广东话福建话闽南话客家话在新加坡更受用 你直接说在那边说广东话和福建话 人家就觉得你是本地人 几大族群里面就是这么些人 甚至你会看到很多马来人和印度人会说粤语 那口流利的粤语 就是你那个印度裔的这个飞行机枣 对啊 新航的印度裔的机枣 他妈当然不会说了 但是他本人会说粤语还会说福建的话 我每次看到他我总觉得他会摇着脑袋跟我讲一口那个印度英语 所以呢如果你说语言障碍真的 那没办法新加坡一定没有语言障碍 真的在新加坡的确没有语言障碍 我第一次去新加坡你还记得吧 当时当时那个我和小哲一起去的 我下了飞机第一件事情我想换一张那个那个电话卡 我当时还在想说我怎么跟他讲这个东西的时候 对方就直接跟我讲说小姐你想要什么 哎对这这这也是个问题啊 呃一会我们会讲到族群 因为在那边其实没有这么多的 就台湾移民在这边 洛杉矶这边有很多台湾移民 所以呢连用的字记住啊 新加坡是简体中文 简体中文 而且也没有台湾腔 他们最多是说福建话的时候有点福建腔对吧 那没有台湾腔 但是有一点是必须提醒的 官方文件还是英语 你比如说你去银行开货 啊对对对对对对那这一点是一样的 这一点 呃 洛杉矶也是一样的 他不可能给你一个西班牙语文件 他给你的合同一定是 啊 有西班牙语的 不不不不不不 你忘了 Eason的学校 每次给的文件三份 英语西班牙语中文 当然 我说是合同这种正式文件 呃不 我想说的呢 不单单是合同这种正式文件 我还想说就是办事时候的一些文件 新加坡还是以英语为主 但是在洛杉矶尤其 就我们生活在华人圈子呢 很多办事的文件 他也会给你中文的 呃 你说的英语 新加坡的英语 就和所有东南亚地区的英语是一样的 摇头晃脑的那个那个硬是英语 你一点都不用担心你的口音 因为他们的口音比你还要重啊 比如说 Water 什么意思知道吧 Water 我每次吧 只要一到仗义机场 我的口音就变得了 Water 所以在洛杉矶尤你会担心 哎呀我口音不好 会不会被别人笑 你到新加坡没有这个问题的啦 放心 就Singlish 好 嗯 气候刚才讲过了 我们就再讲下面 这个呢就是很好玩的 就是娱乐 娱乐呢 我们把那个就是抽烟喝酒烫头 赌场 意义一起说 好一起说 嗯 这个呢也是我先说新加坡的啊 记住一点 抽烟这件事情在新加坡很变态 嗯 新加坡的很多规定的像欧洲 记住一点 有有顶的地方不要抽 你实在你实在搞不清楚 就看有没有马路边上有烟灰缸 或者有人抽 有人抽你就站过去抽 不要在马路上边走边抽 新加坡的警察很厉害的啊 千万不要做那种事情 人家都说美国的法律严格 美国的怎么样 新加坡真抓人啊 新加坡 美国最多是有人劝阻啊 美国没有这么多警察 新加坡的警察真的非常非常多 这是烟 甚至我可以告诉你这些很搞笑的事情 而且是越来越严 我很久没去新加坡了嘛 对吧 一年半之前 还在疫情当中我一定要去出差 那个时候就出了个新的规定 有酒牌的不能有烟牌 有烟牌的不能有酒牌 啥意思 就是说新加坡再也不存在 又能喝威士忌又能抽雪茄的店了 我以前经常去的那家店 他现在搞笑来 他放了两个房间 两个房间有两张license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喝一口威士忌去这个房间 如果你要抽雪茄去那个房间 我当时就怒了你知道吧 我就什么烂规定 然后他的waiter是说没办法 法律就是这样的 我不可能同时一家店 又拿到在里面抽烟的license 我也不可能同时拿到喝酒的license 变态吧 好 但是这个变态规定 其实洛杉矶也有 洛杉矶也有 我不熟 我不抽烟 我也不喝酒 洛杉矶是这样的 就很少很少他会发放这种license 特别是我们以前吐槽的 你现在大麻店到处开 但是你的雪茄吧不让开 这里的很多雪茄吧 他只拿到了雪茄的license 他没拿到酒的license 那怎么办呢 他会外面请一个人专门拿着一杯酒 说他是外面请来的 你要喝 给他5块钱 他给你倒一杯 你自己去喝 这可以的 但是他店里他不卖 他是这样子的 在这边有很多的这种 移动的这种license 比如说我是个bartender 我是个有酒牌的一个调酒师 我可以带着我的酒 或者说一个小推车 或者是一个table 一个台子 我在那边调酒 你付钱给我 可以的 这个是可以允许的 但是这个license不是这家店里的 对的这个是允许的 所以其实为什么大家可以经常看到美剧 或者说是一些各种各样的记录场合 你在家里面有一个调酒师在那边调酒 这个调酒师一定是有license的 而且这个时候的话 有任何问题他这边来担责任 他也会买好保险 所以在这边 在美国 其实你不要看他法律好像很严格 但是他有非常多的这种不叫便通吧便利 你总有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们以前我在那个微沃河搞活动的时候 我们也是请了一个有license的一个bartender 然后在那边调酒 就解决问题了 然后来的人反正下午三点多 就来那边喝Margaret 反正就能够解决 还有一个不抽雪茄的人 如果你抽普通卷烟 美国不恶心你的 美国的银河上面没有那些恶心东西的 对哦 新加坡呢 新加坡跟香港还有其他地方 还有欧洲是一样的 就在上面用恶心东西给你 这也我受不了 但是我无抽卷烟 我无所谓是吧 你一看不就行了吗 是啊 所以在新加坡很多这种小贩中心 会有卖烟盒嘛 你拿好之后把它放在烟盒里面就可以了 你看不到恶心东西嘛 对吧 所以你说严格吧 其实都严格 那包括赌场 新加坡是你进 如果你是在那边长期居留的 包括PR 包括公民 你进赌场是要交钱的 他就是为了防止本地人去赌 你游客是不交钱的 我是以游客身份进去过 不交钱的 不交钱的 但是如果你在那边工作生活 你PR你是公民 你要交钱的 那我问个问题啊 当然你也可以包你 不 我白痴一点啊 比如说像我们在那边有工作整阵的情况下 我拿着中国护照进去要紧吗 这是我们后面会谈的问题 法律问题啊 新加坡是个专制国家 它是个民主的专制国家 你以为他不知道吗 好吧 你不要以为中国大陆上海的摄像头多啊 你要知道新加坡有多少摄像头 它是怎么来管理你的 你根本逃不掉的 讲到这一点呢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去过拉斯维加斯 我们当年还是非常喜欢去澳门 对吧 包括新加坡金沙 包括像美国这边 完全不一样 就拉斯维加斯 我只记得一点啊 就大家都知道这种中国人 亚洲人的脸 经常被大家误以为年轻 低于21岁 所以呢 我买那个普通买杯酒 一定会被查ID 但是拉斯维加斯的赌场 小孩子在里面随便跑 根本没有人管 但是澳门呢 我进去一次 他查我一次ID 我穿拖鞋他是不让我进去的 他一定要我把拖鞋换了 换上皮鞋才能进去 包括像这次的视频里面 他不是拉斯维加斯 他能拍吗 下面好多评论都说 啊 赌场允许你拍吗 你去新加坡 你去澳门的赌场拍拍看 你给我试试看 手被砍掉 其实我们想说的是 就是这个可能 我们要不就顺便讲 讲所谓的法律吧 对吧 其实 要移到好 要移到好 后面了 还是进来前面了 法律是因为是延续在 每一个方方面面里面的 嗯 其实讲到法律的话呢 在美国 法律 我就这么讲 他无处不在 但是 他又让你感觉不到 他在你边上存在 什么意思啊 就好像说 刚才我说 刚才我讲到去拉斯维加斯 理论上 那个未成年的孩子一定是不能进赌场的 但是他当中那条通道 你只要小孩子不要到赌桌边上 父母起到了一个 你只要去碰那些东西吗 父母起到监护作用 不会有人来抓你 或者说专门的这种监督你 但是 他是靠的是自觉 但是周边的人 如果看到了 他会劝一下 小孩子不要这样 小孩子不要那样 他们都会来劝你 就好像 好几次我们的车 我们的车灯坏了 有很多人提醒吗 我们只要停在红绿灯这边 一定旁边会有老美 多管闲事的老美 来说 哎 你的轮胎坏了 你的车灯不亮了 等等等等等等 你赶快去修一下 说句最简单的话 拉斯维加斯的很多赌场的酒吧 它是直接有那种下注口的 对吧 但是如果你带你的孩子 你坐在这个位置 他坐在那个位置 他只要不拿钱塞进去 他是可以坐在那边的 甚至于你不要给他点酒 你给他一杯可乐一杯水 都是没问题的 八天的也会给他的 但是你这个事情是不可能 发在任何亚洲的赌场的 小孩子根本不会让你进去 对 所以 这里面讲到这里的原因 只是想告诉大家说 我们是从专制国家出来的 我们内心其实有很多恐惧 但是呢 在美国慢慢慢慢的 这些恐惧你会消失 然后会变成所谓的自觉 但是 反过来讲 也就是从专制国家出来 是不是我们中国大陆出来的 是不是更适合新加坡呢 因为他的法律 虽然说 他都是英国体系出来的 大洋法系 对吧 海洋法系 但是真的不一样 就是说 美国靠的是事实自觉 新加坡靠的还是管理 包括这种 包括这种 对于政府 对于警察这种恐惧 美国没有的 美国没有的 但是新加坡 还是会有的 一会儿 我也会讲一些 我以前看到过的故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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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